今夜最新消息先来关心 发生在今天下午的信义区山坡地 居然发现了有一颗人的头骨 还有颓骨 也让警方立刻封锁现场 展开调查 看看这起命案到底所为何来 而现在也透过相关的资料 比对失踪人口 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蛛丝马鸡 而今夜最新消息 有一名男子出面指认 表示这名死者周边散落的遗失物 疑似是他失踪母亲的东西 警方为起封锁线不让人进去 因为就在台北新医区的山坡地 发现一颗人的头骨 他们是清这个水沟 清醒看到那个骨头 然后就通报 领长绣出头骨和腿骨的照片 死者死亡多时 直到7月19号下午 才被清理垃圾的印尼籍移工看到 当时他在清理水沟上方的堆积物 在草堆中发现头骨下的报案 目前针对其余部分骨骸 特证挖掘中 警方在现场还没找到证件 无法确认死者身份 但从失踪人口名单比对 有锁定的对象 现场有有背包一个 即Apple AirTag一枚 与徐讯民众于去年所报 其母失踪人口特征相符 警方通知去年报失踪的儿子出面 他说去年12月 他带失智的妈妈到医院看着 没想到妈妈在他上厕所的时候 离开医院 当时他查定位 显示母亲的位置 就在发现头骨的附近 但一直找不到人 最后才报案 由于现场垃圾非常多 见识小组还在挖掘其他骨骸 报寝相验 厘清死者身份 记者刘文发学重文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